白露罗云星不是我要咳你们的,是你们暗头让我们磕 近日有玩偶发现罗云星晒出的居家罩中 出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露玩偶 这可把大家给激动坏了 很多玩偶都表示这个小露玩偶代表的就是罗云星对白露满满的爱意 巧合的是游戏新的玩偶扒出了露露子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小露玩偶 所以要不就是他们赏两好一起买的同款 要不就是白露思想悄悄送给罗云星的 反正不管是哪一种可能 他们的关系都已经注定不简单 况且在最近白露罗云星都有自己的工作 本来认为不会有交集的两人 在各自的片场竟然穿了一样的情侣章 白露罗云星你们这不得给我们粉丝解释一下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长月见谜收官完结之后 两人还曾在直播间里互动笔心 真的就是把小情侣的甜蜜展示的明明白白 所以只有真正相爱的人 才会表现得真好记忆 而且大家知道吗 白露有的时候真的就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罗云星身上 在片场我们的龙老师为了效果打算不带护具 这个时候一旁的露露立马反对 说什么都要让罗云星带上护具 那脸带欧的神经真的不像演的 还有大家还记得锦王宫中白露亲罗云星脸颊的那场心吗 当时白露亲网罗云星之后罗老师说在一起一下 于是我们的露露子就又勤了一下 还以为罗云星吐三分 该说不说白露真的就是站在罗老师棋子的角度 当然在场月见谜的片长 露露下意时的就想要往罗云星的身边靠近 比如两个人经常瞧咪咪的拉手手 有时候看向对方的眼神都是寒情摸摸的 甚至他们有的时候还见补妆的时间和对方在一起贴贴 还互相朝对方哈记 这是正常朋友敢有的互动吗 而且偷偷告诉大家小编的一个秘密 我真的无法从他们那段感情中摆脱出来 真的是一入坑成千股恨 想脱身真的太难了 不过狠狗王对我类似的想法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白露和罗云星的配合实在是太完美了 狼才女貌配脸 想想他们在片场的秦密花絮真的十分让人上头 自从用了花絮这种东西 个人认为比起正片 花絮可能更具看点 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看花絮多过正片的吗 从官方放出的视频来看 罗云星和白露私下关系也相当不错 情形式的台词都有相当多的直体接触 罗云星是不是拉拉对方的小手 然后还会用手来回搓白露的胳膊肘 除此之外 摸头沙都笑对方 揉肩膀撩头发 这些微笑的动作组合起来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他俩会是普通朋友 还要排内心戏时 他们哭到不能自己的场面 罗云星白露互相绝着嘴 安慰彼此 让人看着又心疼又甜蜜 罗云星甚至还偷偷的挑逗白露 咱就是说就这么爱吗 当时最主要的是 两个人在扫楼时也是甜度满分 采访时各种摇耳朵说悄悄话 现场又是合唱又是一起传手转 场面别提有多般配了 毫无疑问 这些举动又再次将暧昧气息 推到了高潮 可能恋爱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要靠近他 其中肯定避免不了肢体接触 和白露云星的情况确实有点像 虽然大家都没有名声 但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当导演Q到腰排吻星的时候 两个人竟然纷纷害羞了 如果没有上书的种种行为 仅仅是两个年轻演员有完成这场戏 害羞肯定是正常的 因此他们的直播操作才会显得更有意思 在杀琴的那一天 白露和陆云星前手对视了好久 久到放不下彼此 陆云星在杀琴这天也是神情低落 戴着口罩依旧能够察觉出他的那份落寞 甚至我们可以依稀可见陆云星眼角的泪光 只能说他们两个人真的就好舍不得对方 而且大家知道吗 在拍摄的最后一场戏分的时候 罗允星白露响应在一起 结果白露即便出境了 也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甚至扭过头去不敢再去看罗允星 因为白露知道 盘坏这场戏两个人就要杀琴了 两人终究是要经历离别 所以根据这些小编可以断定 白露罗允星的心中一定都有彼此的身影 即便作品杀琴了也依旧忘不掉对方 那番感情我们观众就是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让人分辨 他们究竟是李苏苏和谭太近 还是罗允星和白露 更有意思的是一下情伤破高的罗允星 竟然在和白露脸白直播的时候雨色了 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 你吃了吗 这种事情发生在罗允星身上不应该呀 本来应该侃侃而谈的性格 结果在喜欢的人面前硬是说不全一句话 罗老师的处境像极了这种情况 当然了他们最终是否会在一起 或者已经在一起了 都是明星的私人问题 我们就不参与和揣摩了 反正他俩也很般配 在一起是众王所归 况且这两个凭借着古装出圈的演员 真的就是把我们甜的窒息虐得流泪 就他们那场大婚的戏 谁没有哭到洗礼花拉呀 不过和露脸子产生的CP感的演员太多 这让罗允星看起来只是璀璨重心中的一个 但白露对罗允星真的不同于其他男员 听说他们从不互对 两人相处就像是一只从对方身上学习东西 罗允星会真诚的教白露为人处事 被白露笑成是老夫妻那样的人 况且以往看白露花絮路透都是他一个人风 又或者是遇到网和地这种产着一起打闹的 大海上会有人像罗允星那样和他秩序相投的 当白露被问到片场一项最神的事情 他第一反应就是和罗允星在片场飙歌 他俩真的算是从半时蜜堂半时章唱到了长月几名 所以两个人能够搭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且白露真的是一名很努力的演员 最近有一些黑粉嘲讽白露学历的 但大家知道吗 在白露成为演员后 他付出了比我们多无数倍的时间在学习 白露每天5点30分起床 晚上11点才睡觉 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保证自己的学习效率 他中途不看手机 推出各种娱乐平台 每天把没有完成的任务写在片前上 不追剧 不看踪影 不看电影 白露他变得越来越自律 也越来越喜欢锻炼 也难怪他的身材会越来越好 同样的他也不再纠结焦虑 遇到问题就想着去解决 因为他知道网中的开始 着力的完成 也好过因为心怀晚门主意而迟迟不行动 而罗云西他同样有着一颗清澈透明的心 他在环境最为复杂的娱乐圈 历练了这么多年 养成了坚强的内心 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循环 敬业 待人彬彬有力 不卑不亢 精力创造出独特的气质 他在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一份风骨 要知道罗云西自小练习芭蕾 还曾拿到过舞蹈界最高奖项和花奖 他也有着自己的努力和我们不知道的艰辛 之后他走上了明星的演艺道路 要知道明星的道路坎坷一张 但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初心 并且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所以小编觉得白鹿鹿云西 可以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话 一定会是相互扶持成为恩爱的一对 而且他们就真的很搭配